我们接受封控,对,我们的手法,但是如果你们下载,你们下发这个文件,封控文件的时候,必须是官方的红红文件,有抬头,有落款,有日期,然后有那个,有公当,有具体的负责人,就是说,一二,封控的合法依据是啥,为啥封,达到多少羊,然后封楼层,封单元楼,封楼栋,然后封小区,这个必须得跟我们公示,让我们知道这个小区具体是什么情况,我们得有信心,一三,就是具体的疫情,它的清零计划是什么,不是无限期的等待,而是说, 如果今天不行,然后明天我们做核酸,做完核酸之后,什么样的情况,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,必须得有具体的可实施的计划,而不是一句说,等待,对不对,有计划,这个计划必须得公示,不能让我们,这个信息是公开透明的,我们有知情权,第四,就是下来一点,就是,我们有具体的,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,然后现在如果很多人,很多小区都已经解封了,如果我们不解封,我们的工作怎么办,我们要是有一天被开除了,谁来付责我们的工作,往代,我们想去, 如果我们对目前的防控措施,对物业,对消防措施,然后对这个大家注意,前两天我们小区一号楼的有发烧,打120,打社区,打各个电话都没有人接,孩子在家发烧了三天,这个没有人负责,如果出现紧急的情况,出现消防救医,出现各种需求的话,我们找谁来反应,12345,我今天上午打了,他现在还没有给我反馈,对,做核酸可以,如何保证这个核酸一定是准确的, 因为我们小区已经出现了假核酸事件,然后接下来,接下来再次出现假核酸事件,谁来负责,必须得落实到人,谁来保证,对不对,这个必须得有那个啥,得有一个人给我们签字,给我们保证这个境界,核酸的绝对准确性,而且接下来如果我们谁家有羊,要复检,要复检三次,而且不同的检测机构,我们必须得保证这个,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度,对不对,我们不能上张公信,让政府的公信,因为一个疫情, 然后让大家都不再信任政府,对不对,我们对我们的国家还是很热爱的,我们不能说让前辈那么多年的付出,几十年的努力,然后在今天就离了一个疫情,也许是核酸造假,让大家再也不做核酸了,然后接下来就是每次上门做核酸的时候,还有在小区做核酸的时候,相关的人员必须得先出示他们的立马,如果他们不出示,我们有权拒绝,而且要出示他们的相关证件,对不对,他们来自哪个医院,哪个核酸机构,必须得出示,如果不出示,